接通电源,然后插上器官,打开开关 把调压法,通过调压法把压力表调到0.5兆帕左右去 此处为加油口,如果后期发现 仪器里面油不够的时候,可以从这里加入干油 但是加入干油的时候要慢慢的倒进去 以防那个油会冒出来 此处为加入干油的时候显示的油量的位置 一般加到这个位置,就是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装上杂具,在装的过程中把这个高度计用手抬上去 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插上,把线插上去 把杂针档放到杂针下面,然后进入测试 在杂针前面,在杂针全空的情况下,先压力清零 然后杂针高度清零 一般就是我们在开机之后,一般都要进行高度清零压力清零 装入有机架 在设置界面有四种测试方法 这个是定速战破,然后定扩张,定压强,还有定时战破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个测试方法 在这个精速战破下面,每个每个 测试方法下面有四个 四个选择,我们这个倒是7.3个平方的 这个杂针是7.3个平方的,我们就可以选择7.3个平方 做实验,然后速的话,可以按标准设置,一般设置200 然后进入测试界面 进入测试界面之后,放入试验 放入试验之后,可以在这里点个新建 每次做一个测试方法的时候,可以重新新建 新建完以后,这边那个灯,点灯,可以把上面 早就上面的灯打开,点启动 这样就可以看出西岸的结果,然后西岸它就做完之后 等这边回复正常之后,可以会有很多西岸 这边,点螺丝,然后点起床 这边,点螺丝,然后点起床 实验做完之后,可以进入打印,报表界面 可以打印我们的实验结果 点击打印,点击结果出来 谢谢大家